杨过为何不杀杨鼎天 你看杨鼎天父亲是谁 张三丰见了也要叫声歌 杨鼎天是名教第三十三代教主 他的武学天赋很高 他没有像张无尽那般邂逅奇遇 练成了全套九阳真经 只将乾坤大魔仪练到第四层 但配合一门大九天手 杨鼎天在一天初期 竟是仅次于张三丰的超级高手 对于杨鼎天的战绩 金庸采用了一个倒序的写作手法 即通过他人的对话 将杨鼎天的生平事迹 展现在读者面前 通过原文的设定来看 杨鼎天曾轻松击败韩千叶的父亲 还将杜恶的一只眼睛打瞎 此外杨鼎天还是雷厉风行 高瞻原主之人 短短几年 杨鼎天竟将名教整顿的蒸蒸日上 还招兵买马 吸纳了无数教众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奇怪 只要杨过愿意 他完全可以将杨鼎天扼杀在摇篮之中 哪会放纵名教的肆意发展 可别以为杨过带着小龙女退出了江湖 再也不过问武林的事事非非 只因从黄山女的言行举止来看 古墓一脉早就关注着江湖中的任何风吹草动 而黄山女也是在仙人的教会之下 心系江湖 这才有了吕吕挺身而出 就张无际于危难之中的后续举动 既然如此 该如何解释杨过的袖手旁观 其实杨鼎天身上藏着诸多秘密 只要解读透了 就能发现杨鼎天的身份非同小可 首先杨鼎天身为名教教主 却吕吕拒绝波斯总教祥元的命令 非要和蒙古打子周旋到底 杨鼎天和蒙古人到底有何深仇大恨 其次杨鼎天随身携带了一件冰刃 这冰刃不是剑 而是一柄刀 书中是这么写的 杨鼎天说着除下外袍 取出一柄单刀 他是决意往坛中一跳 从此不再起来了 第三杨鼎天死后 郭靖打造的那柄屠龙刀突然现身江湖 惹得各门各派争先恐后 在江湖里刮起了一阵又一阵轩然大波 看到这里 是不是联想到杨鼎天随身携带的那把单刀 就是屠龙刀 随着杨鼎天一死 屠龙刀这才更换了好几任主人 第四杨鼎天的姓氏十分奇怪 纵观整个倚天时代 除了杨鼎天之外 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姓杨之人 笔者认为 杨并非杨鼎天的真实姓氏 他的身上或许藏着一个 惊天为人的绅士之谜 这个谜团和杨鼎天的父亲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杨鼎天的父亲会是谁 笔者认为 他极有可能就是郭破鲁 要知道 郭破鲁和郭襄同岁 在杨过走下华山的时候 郭破鲁已有16岁 13年后 忽必烈率领蒙古铁骑 选土重来 此时的郭破鲁 接近30岁 在古时候 男子30岁早就娶妻生子 因此将杨鼎天视为郭破鲁之子 在时间线上是极度吻合的 其次 郭破鲁身为郭靖之子 曾跟着郭靖黄荣 与蒙古达子 浴血奋战 狐龙刀不知下落 郭祖师当时身在西川 在赶去 想要相救父母亲人 却已为时不及 如果杨鼎天是郭破鲁之子的话 就能解释 杨鼎天为何要抗拒波斯总教的命令 只因蒙古人和杨鼎天 有不共戴天之仇 第三 郭靖黄荣将以天剑传给了郭襄 将狐龙刀传给了郭破鲁 誓死如归的郭破鲁 深知狐龙刀事关重大 他必定会让儿子 背着屠龙刀逃离襄阳城 一来能够继续保管屠龙刀 二来算是给郭家留下一丝血脉 第四 杨鼎天虽然逃出了襄阳城 但忽必烈城府极深 必会派出兵马 四处搜寻郭靖后人的下落 这样一来 杨鼎天只能将以襄阳的羊作为姓 就此隐姓埋名 卧薪尝胆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让杨鼎天在一番奋斗之后 成了名教的教主 这样一来 就能解释杨过为何不敢击杀杨鼎天了 毕竟杨鼎天的父亲是郭破鲁 爷爷是郭靖 杨过和郭家渊源极深 又怎会动杨鼎天的一根毫毛 此外 将杨鼎天视为郭破鲁之子的话 也能解释张三丰为何没有在以天初期 率领群雄歼灭早期的名教 只因张三丰小了郭破鲁两三岁 加之 郭破鲁又是郭靖郭大侠之子 张三丰若见了郭破鲁 是不是要喊他一声歌